不爽房间被弄乱 国中生持刀怒砍 借宿好友 走进巷弄内 大滩血迹 映入眼帘 令人不敢直视 一鸣14岁国中生 竟然持刀 狂砍自己同学 原来今天早上8点 嫌犯父母听到尖叫声 冲进儿子房门 只见儿子好朋友 捣握血剥 身中四刀 刀刀剑骨 父母一问 嫌犯怒气冲冲的说 朋友来借助 但是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 他们为了谁要整理 先是大吵 接着打成一团 运扭打 好友身上掉出刀子 嫌犯看到 李治线断了 直接捡起来 往好友身上猛刺 幸好父母发现得早 紧急送医后 没有生命危险 但两人明明是好朋友 感情像换铁兄弟 好友也常常来借助 这一次怎么会助到 身中四刀 被砍的学生家长 无法接受 提告重伤害 两家人恐怕因此 反目成仇 突发中心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